使用的原料是鸡胸肉 鸡蛋 去腋的香菜 葱丝 姜丝 蒜片 下面我们先进行刀工鸡肉的切热 洗净的鸡肉一分为二 借花刀 切成筷子粗细的鸡柳 切好的鸡柳 调入料酒一勺 盐少许 胡椒粉少许 加入半个蛋清 加入半勺干淀粉 姜好的鸡肉 加入少许色拉油 上姜的环节结束了 加入色拉油 把原料用油封住 这样待会在烹调的过程中 原料会保持它的水分 显得更加光润饱满 下面我们先预先调制一个碗汁 需要的调味品是 清水一勺 盐少许 胡椒粉 料酒 切好的葱丝 蒜片 姜丝 姜丝 香菜 锅中放入清油四勺 油温在四尘热的时候 放入原料 在锅中 先定型 然后轻轻地划炒 到鸡肉 逐渐地慢慢变白 划好的鸡肉 划好的鸡肉 倒出 调好的碗汁 倒入锅中煸炒 把划好的鸡肉 倒入鸡肉 几会儿快炒 保持香菜 葱丝的清爽脆嫩 好了 出锅 制作这道原爆鸡柳 要点是 刀锅 切鸡肉 粗细要均匀 这样它成熟的时间 会一致 保持原料的嫩度 保持一致 二 香菜一定要去叶 这样可以使菜肴的成品 更清爽利落 葱丝 姜丝 蒜片 切得要粗细一致 这样可以保持菜肴的整体的色彩 煸炒的时候 一定要煸出葱 姜 蒜的味道 烹入胡椒粉 使这道原爆鸡柳 突出一种胡椒粉 香菜 蒜片 浓郁的香味